你看 缺姐最近不是跟一些网友 就因为把那个广西南宁的那女网友给她屏蔽了 因为觉得她呢负能量太多 跟她如果是聊下去 她只会让缺姐呢负面情绪比较多 因为什么呢她不断的用她的这些狗屁打造的屁事麻烦你 她只知道你跟这种比较low的人呢 比较素质就是能力比较差的人呢 只能是你付出 你是得不到任何回报的 这不是交朋友之道 包括学习你都要催她 她不是不学她能学 但是你得催她 你还得天天的跟她约时间 她天天时间都不固定 要不就这事那事 经常情绪崩溃 这种情绪不稳定的人 其实是不适合学习的 不是说你一时的有多聪明 或一时的努力 而是说你能够长期坚持不懈的 几十年就是这一辈子如一日的 这就是你的生活内容 这就是你的必须 而不是说你突击一下 就靠着短时间的突击一下 这种人就是一时大鸡血 打了那么几个月的鸡血 然后过了几个月她又松气 这种人是很难 就是把握人生的很多机会的 首先从她的一生来看 那在缺姐来说 缺姐不需要这种 一会儿一个样 一会儿一个样的 这种学习的 缺姐希望的是 这个人她不管遇到什么事 她一天抽出一个小时的空 她总能抽得出来 但是她总有事 总有情绪 她没什么事她就有情绪 这种人呢 其实就算了 那缺姐就把她屏蔽了 因为我觉得 因为她太蠢 因为她一蠢呢 你看着她的那些槽点 你就忍不住的去琢磨她 你去分析她 你就觉得特别烦 缺姐这种INTJ人格特别厌蠢 我最容忍不了就是蠢 你包括 然后所以缺姐就找其他的学习道子 找了很多 发现蠢人还是居多 缺姐也拉开了很多老外 就是说西语的叫什么 Hispano Hablande Hispano就是说西语的这些人呢 就不光是西班牙的 还有这个中南美洲的 非常多的 甚至非洲 赤道西几内亚 她都说西语 西语就非常广泛 所以说学好西班牙也特别重要 缺姐就想学西语 但是发现老外有很多蠢的 你说你既然是学习网站 你到底是想干嘛呢 然后有没有说做一个学习计划 这个坚持下来 就认准一个 你挑选合适的学习道子 没有几个能做到 只有跟缺姐的一个校友 她是西班牙南部的 是属于这种妈宝的 40岁的人了 昨天刚过完39岁生日 她还打扮成什么小年轻的样子 还把自己的头发 用什么羊柑橘的洗发水 给挑黄了 然后还嘟着什么肥嘟嘟的后嘴团 拍照 还露着什么胸肌腹肌 你看我sexy不sexy 看起来就像那种money boy 或者像cowboy 缺姐经常来调侃她 因为是校友 她跟缺姐 都在从前后啊 前后脚在一个学校读过书的 就调侃她 因为什么呢 可能是我们 依旧是校友 缺姐说的话 再难听她也听着 她也不想拉黑缺姐 她也不会破的嘛 另外一个素质差的 社会精神差的 缺姐说她啥 她说啥 这种人 又一看她们素质低 是吧 说的两段都受不了 拉黑 然后缺姐想说什么呢 就是你看啊 就是很多人呢 她在跟自己的 这种原生家庭的关系 她孜孜不倦的追求 一个不可求的东西 就是她追求 无条件的爱 其实你仔细想想 父母和子女 是没有无条件的爱的 有这种 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爱 只是因为你的父母 是个长期主义者 而那种就是说 在原生家庭来这种 所谓的无条件 根本就不存在 全是算计 全是小算计这种人 一般来说 都是短期主义的 自恋性人格障碍 这种父母是偏多的 尤其是面对他们 突然有了权利 不受监管 不受控制的权利的时候 他们人格的这种缺陷 他们这种短期主义 他们这种low逼的 这个底层 他们不讲长期主义 他跟子女也不讲长期主义 一会儿一个样 所以如果你识别不了 你父母是个长期主义者 还是短期主义者 然后你就觉得 长期主义者 父母的爱才是 这个无条件的爱 这也是比较绝对了 就只能相对的看 你给父母给你这种 长期主义的 这种所谓的意识 从这个短时间段看 是无条件的爱 但是他希望能得到 在老年的时候 晚年时候 能得到回报 而且得到陪伴 这种对你的爱呢 也会束缚你 束缚你很多 自由你的发展 但是呢 真正那种理想的父母 缺解在现实生活中 是没遇到 没见过 只是在网上看到 听出 那也只是子女 意识理想化 父母的这种长期主义 至少在现实生活中 我是没见到的 对子女很好的那种 也是 就基本上都是 子女和父母 基本上生活 是不可能分开的 一辈子住在一起 一辈子 一辈子住在一起 那你就丧失了很多自由 就看你自己愿意不愿意 如果说你就依赖父母 这种密不透风的 不让你这个 独居的这种生活的话 一辈子跟父母住在一起的话 那如果说你们 能找到和谐的陌生 然后双方都不想要自由 都需要这样的 那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关系 但是切切想说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不信 落在了短期主义 自恋性人格障碍的父母 那手里 那你要做的事 就是 你必须 让自己长出血肉 你必须得跟他们精神切割 你要独立生活 一般来说呢 都是没有老年 中老年的时候 没有什么自己的爱好 没什么社交圈 他本身就没什么想做的事 一旦是他又没工作了 他又没有自己社交圈 他就天天的念着你 你看缺解的公公 对缺解的老公 应该没有什么虐待的行为 也没什么亏待 因为什么他都不用付出 他有这个 有外婆了 有自己的妈了 密不透风的爱 其实他不需要这个爹 对缺解老公来说 不需要这个爹 他的爹呢 就是自己 是个Lobby 又是个文盲 农村进城的屌子 农村进城的屌子 他只有两件事 一个是草逼 一个是要用女人的钱 不劳而获 就这两件事 家务也不干 农村的屌子 你们一定要小心 家务不干 钱不拿 农村进城的 如果你是城里的女人 你一定要当心 一定要当心的吃绝户 外国人其实 这也是一种吃绝户 不要说外国人之间没有 就来吃绝户的 一看姑女寡母 她临屌入住 她就成为这家的自动的升格为 这个家的主子了 这两个是这个大奴婢 一个是给他草逼用 给他下宰用 一个是给他做家务的老伴母用 给他下宰的这个 还要给他这个拉莫赚钱去 他只做好他的车夫就行了 开个小车 他跟着享受 然后那个老伴母还被他踩着 她的岳母还被他踩着脚底下 这个你看看 所以说你做女人一定要当心 千万不要找这种农村进城的吊子 你喂吃那是99%的干度 寧愿单身一辈子 如果说你的寡妇妈不是 或者说你的单亲李姨妈不是那么让你窒息的话 哪怕你为了逃脱他 你都不要 随便找个什么吊子 非找吊子的那一生 那是更恶心的一生 比你妈对你的窒息 除非你妈穷凶极恶 包括前两天 这两天有一个女朋友找雀姐 在小红屋上私信雀姐 他就明明他们家听起来 根本就不极端 照雀姐的这情况 你根本就不至于说你非要出国 来这个桃林原生家庭 你换个省 你换个城市 然后他是做店上的 怎么都能达成的 他非要出国 我说你一个是语言观 另外你单身 我说很多的资金困难 确切给他分析 我说资金困难 还有呢就是你这生活完全的没有任何一个陪伴你 很多困难你会非常崩溃的 我压力非常之大 还单身 也没男朋友陪着 或者老公陪着 他说为逃离原生家庭什么的 听起来就是他妈 他妹妹自恋性人格战 非常拟拟着他 缺起的老公 缺起的公围是这种 他就没自己事 他天天念着缺起的老公 念着 每到午吃饭的时候 他必打电话 他跟缺起的老公 没有住在一块的时候 必打电话 缺起的老公从来没有吃过一顿完整的饭 就得撂下筷子 我们家只是用过吃中饭 用筷子 就得撂下筷子接他爹电话 听他爹这些流水账 废话 屁话 他每天生活内容都一样 他每天吃的都一样 几十年如一日 吃的都一样 就那几样 就这种无聊的人 乏味的 他就天天念着 如果说呢 跟我们住在一块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出去购物两个小时 他这个电话 他爹这个电话 至少打十个 就两个小时 美国两三分钟打一个 美国三五分钟打一个 就三个问题 你们在哪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还有多久回来 你告诉他了 吓死 再过几分钟还打过 还问这几个问题 就 就这么几个小时 他就有人给你打十几个电话 没完没了的催 缺急老公还不堪 这个把这个电话给他屏蔽 屏蔽了他说他爹要报警啊 要怎么着 真报警 真的乱打电话 他拿着我们家电话簿 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固定电话 有那个自动存的 有那个自动存的 他乱打 给谁都打 这就是谢谢老公公干的事 为什么我们那么讨厌他 这种就是又自恋性认个障 然后这种农村进城的屌子 他从没有任何的精神世界 他就知道两家人 他要扫逼 一个是怎么样吃女人 占女人便宜 他就知道这人的事 又要扫女人的逼 他又要占女人钱的便宜 还要占女人家务的便宜 就是吃干扎净 什么都不付出 这农村两分 不要中国 不要说只有中国这样 外国也这样 都一样 所以说你们要当心 自我一定要当心 然后缺姐又说 就是你想逃离你这种 这种什么 这特别让你窒息的父母 让你窒息的 原生家庭 你没必要说 花这么大成本 一听了就不着调 是吧 这种就年轻人什么的 他说我是精神独立着呢 我说你要做的事 其实缺姐就给他建议 我说你要做的事 是你对自己恨不恨 他说他一在国内 他父母一 他妈一找上门来 他就又被他妈缠上了 我说就是你对自己心不够恨 你妈为什么能找上门来 不就是你把地址给了你妈吗 为什么你把地址给你妈 因为你对你妈还有期待 你对你妈还有所 这个幻想 你真的是跟你妈 因为你为什么对你妈有幻想 因为你希望从你妈这里 还得到温暖 得到慰计 对吧 你要是给他诊断说他就是个精神病 你妈就是个精神病 你妈就是个精神病 就自恋性人格障碍 就成事不足 而败事有余的 这个方嘉兴 你就彻底的精神独立起来 你就彻底的跟他断绝联系 这什么话都是骗他 整体地址全都不要告诉他 混乱他 他不 他说他妈还要报警 我说不可能 我说就你们家小县城的警察 你妈报警 只能在小县城的警察给你报警 小县城警察给你记录了 就 就此就完了 他全限 一个是他职业管辖的这个全限不存在 另外是他报假警 要报他失踪了 我说你妈还要被行政拘留呢 小县城那是没王法 就是小县城的警察 他说的就是王法 你行政负义都没有 小县城就是那么狗壁玩意 他就什么呢 他就希望自己物理距离的远离 这样他妈也够不着他 然后呢他又能跟他妈这 还能够继续联系着 其实就他对自己心不够狠 他没有真正精神独立 精神独立的什么呢 我不从你这里拿任何意见 我也不希望跟你聊天 获得任何的快乐 我所有的事情都由我自己来决定 我对自己人生的一切负责任 他不是 他就怕什么呢 物理距离都不够远 都在一个国家 都在国内 他还是被他妈控制 那就是你想让你妈控制 你不想让你妈控制 你妈就控制不到 他想象的 其实就是他对自己不够狠 这种人呢 还说什么 他就把自己出国后的这个困难 我说你要解决的 不是眼下的这种痛苦 对你妈纠缠的痛苦 原生家庭的痛苦 而是你要 你想到你出国后 你要面对什么样的实际的问题 你的压力 你能解决吗 原关过不了 然后这个资金也不足 然后精神上你也不够独立 然后处理问题的能力 你社会能力 办事的能力 你也不强 处理文件的能力 那那种压力 那就不是一般的 而且你这种在语言不好的前提下 你出国后大概率还是要求助于华人的 你包括缺景搬到西班牙 我也是因为语言不好 我有语言好 他妈能完全把华人抛开 语言好 饮食习惯我又独立了 我饮食习惯我都抛弃 语言我也抛弃 那我还跟华人 还用背这些了 就社会底层 就是一看就国内来的 就屌丝阶层的 然后在这也没混的怎么样 积攒了很多这种利益器 这要找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人来发现 就这种low逼坏逼 缺解就会多余 我说你要出国后 你还大概率要跟华人打交道 华人一看你出来找到 这个low逼他就会坑你一下 就损人不利己他就心里爽 精神有问题 我说华人大概率精神多多少都有点问题 没问题的是少数 真的是少数极少数 包括父母是吧 父母都有精神问题 你看在中国这个 这个等级社会里 这个农耕文化里 你说有几个没有精神有问题的 中国人有几个有精神没问题的 这种精神本身就有问题的 一旦他们掌握了不受限制的 不受控制 不受监管的 不受军事的权利 他们就把这权利发泄在孩子身上 除非是他们这个跟着孩子结为利益共同体 他们经过另外一种思考 我要做长期主义的父母 那这种父母跟孩子捆绑在一块是比较多的 然后跟孩子没有捆绑在一起的 全心全意的把孩子给送出去了 然后是什么飘上过海 然后老父老母在国内寒心如苦 老年完全没人照顾的 这种是极少数 这种无私的父母是极少数 你看自私的 你看确切死爹 在他那年代是真正的学霸 那是无可挑剔的学霸 那个时候如果有出国留学 那确切死爹的那种 就是清华北大不在话下的 那他要出国那太容易了 如果是那个年代有出国的话 他就要思想意识 他没有精神独立 他还是被他父母像个风筝那根线上的 给拽回去 就让他自己已经不愿长大 不是你孝顺 而是你自己不愿对自己负责任 你想让你父母对你负责任 就是精神上的举应 然后他父母把他和他兄弟 用这个什么一模 就是用这个花招把他骗回去 这就是你依赖性强 你自然就会上当受骗 包括缺解 就是语言不好的情况下 我才会找花人 因为自己的这个中国胃 还没有就是完全的脱离 然后又想吃点中餐 这种你看着花人那种力气 那种算计那种心机 还有那种莫名其妙的恶意 就是完全跟你没有任何力 他都要在你这装一把臂 我操看这种人就非常可笑 这种人就是没活明白 你结仇的话 就你平白无故的 跟你没有利益之争的结仇 你这种就傻逼吗 你说真的有利益之争 还非常必要的利益 你说你小人一把 这还有必要 就是没必要的 这种人就是为他自己的 精神上的问题在买带 他精神没解决 精神问题没解决 有精神问题 这种傻逼那就活该了 被缺解坑一回 害一回 纯属活该自找他 缺解这种就是 你人不犯我不犯人的人 而且也不张扬 也不吹牛 也不装逼的人 他妈你这 你这是干嘛呢 所以说缺姐想说什么呢 这些视频 就是你一定要精神独立 你包括你在走的时候 你去看那些精神不独立的 那些老外 你看缺姐就在这个小红光遇到 一个荷兰的女网友 她显然就留在荷兰 那人家找个老外子 老公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是吧 找华人 华人大概率是精神问题比较多 出国的 男的 没有几个没有精神问题的 哎呦可 算是找到自尊的 在女人这里找到自尊的 海外的男人欺负女人 是非常凶狠的 跟你们说 你们都看看案例吧 社会新闻 你们在国内的话 你们看看社会新闻 你看看都是男人把女人打死 就出国的这种华男 欺负中国女人欺负自己 同胞女人 那是非常凶狠的 最近的新闻不就是什么 经常要不就家暴的丑闻 要不就两个清华的高材生 嗯 活活的 那个一米九的 那个男的 嗯 活活把他老婆打死 他老婆自己面 面相来看 确实也不是一个长命的面相 你看他下巴后缩 下巴短 然后他的人中特别浅 人中也短 这黄眼鸡都占着这面相了 我黄眼鸡你 他就没有好好研究过面相 他要研究面 他就知道他是个短命鬼 缺姐一看哦 是吧 就是跟缺姐这当面 有什么呢 他一直啊 这个视频看不清 然后给缺姐发的照片 缺姐没看太清楚 一当面一看 哎呦 我说你心里想了 缺姐一惊 这个短面鬼的面相 不仅是面相 他走路的姿势 都是阿飘的姿势 脚后跟不着地 他显得他觉得这样 显得自己矜持 这种文雅 叫这种装逼的女人 装什么装这种真结逼的女人 他往往要装一个特别纯洁的形象 就是故意造作 自我感觉飘飘然的这种女人 一般来说他有不干净的 这种性交史 他肯定是有 要不他不会特别的强调这件事 结果缺姐一查 果然是作气的 就怎么看他怎么不得行 就很多很多他故意强调 你说你有几个是老实巴交的 不搞破鞋的 这种女人 他会强调我是个真结裂父的 没有一个 就是你强调这件事 说明你在反复的给自己灌输一个新的谎言 你在说服你自己 我是个真结裂父 我不是一个破鞋 不是一个鸡 不是人尽可夫的鸡 他不断的给自己念咒 让自己相信 可是你念咒你那么念就行了 你别拿出来恶心别人 他不他要恶心别人 他让别人他也得强调别人相信 他是个真结裂父 其实怎么看怎么都不对 因为我看了真结裂父 就是这辈子 他只睡过一个男人 他结婚从从结婚到现在做孩子吧 他都是一个非常老实 非常啊 就是就睡这么一个男人 他这辈子就谈过这么一个男朋友 你说这种人怎么没强调过这件事呢 为什么 怎么会像黄远希一直在强调这件事 他还反复问缺险 我都新鲜 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呢 我不强调这件事 这件事就不存在了吗 我就缺险就看了 就是你只要是特别反常的人 肯定有相反的事实 果然如此 你再看父母 咱们再说回来 看父母 只要是 他一直给你强调着 说我们对你付出了多少多少 养你不容易 那都是他低成本的 他没培养过你 就给你最苛刻的生存资源 最少的陪伴时间 甚至没有陪伴 甚至在虐待你 亏待你 所以他不断的强调 父母养你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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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他不会强调 只要是强调的人 他绝对是做的事实相反 黄埃基不是就这样了 只要是跟事实相反 他都会强调 这种短期主义的 自恋性人各自爱的父母也是 他不断强调 父母养你有多不容易 我们生活有多苦难 可是他们生活的苦难 是他们背负的家族业力 那是他们背负的家族定国 是应该他们面对的人生课题 就是解决他们家族带给他们的 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原生家庭带给他们的苦难 他们被家族虐待或亏待 各自的家族 那是他们的课题 不属于你的人生课题 所以说你不要把他们的人生课题 背负到你的身上 那变成你的人生课题 而且你背负不起 他就是要对你敲骨洗碎 你像确实人说的那个澳大利亚 你我冤了 有没有 这么做 他就是自不良理 他想过背负自己的 因为他想改善自己在原生家庭的地位 和待遇 改变他妈对他的态度 他错了 他真的想去 就这句话 就反复洗脑嘛 你个黄野鸡一直在洗脑 我是个真戒烈父 哎呦 纯洁呀 他就是一个破鞋 就是个鸡 你看父母也是 我就是一个畜生垃圾混蛋 他妈我就是对你老虎功高 他不断的反复洗脑洗脑洗脑 因为孩子呢他害怕 面对真相 孩子呢是如果面对上非常痛苦 因为他没办法意识脱离 人就是一个打下决定 说要抛弃父母的孩子 他至少要花20年的时间 他才能彻底的抛弃这顿垃圾 你说20年的时间 他不管脱离的时候 你时时刻刻让他面对真相 他会大脑会崩 所以他就不断的 用父母不容易 父母对我劳苦功高 我还要跟父母成为利益共同体 不断的也在洗脑自己 慢慢他就丧失了思考能力 辨别能力 因为不思考才轻松 你一旦思考 一旦否定是思考 批判性思考 你就会非常痛苦 所以呢 你就会相信父母的这个洗脑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台词 父母洗脑的广告语 就是父母不容易 父母太辛苦了 父母活得是把你养大不容易 尤其让重男轻女的 做个留守儿童的 这种农村女孩 你让你 你就是但凡你有点理性思考 你父母养你不容易 怎么不容易了 他们都不容易为了超生 东躲西藏 然后家里罚款 就把家里给抄了 是你带给他们的吗 还是他们自找的 他们为了追难保自找的 他们有没有在你身上投入过什么成本 有没有诚心诚意的 好好的陪伴过你 不要说像圣诞老人似的 每年过年春节 回家一次给你做顿好吃的 还是你跟着吃 并不是专门做给你吃的 一直是跟着吃一顿 然后那天那两天有点好脸色 你就觉得 这是圣诞老人的这种母爱父爱 这都不叫父爱母爱 那叫什么呢 叫炸诗 你想想你炸诗式的父爱和母爱 你多想想 父爱母爱是每天每天 几十年日 二三十年如一日都不能间断的 一日三餐都不能间断的 你是不是吃鸡一顿饱一顿的 你是不是生活他没有好好照顾 哪生病了 你想想你生病的时候 你父母好像是添了多大的麻烦 做慈善一样的 勉为其难的 逼不得已的 只能送你去看病给你卖药 然后一路的抱怨你 你想想这些 怎么养你不容易了 只要你不要说你养孩子 你只要养一只猫 养一条狗 你都知道 所谓所有的不容易 你都没有 真正你会爱他的时候 你爱这只猫 爱这只狗的时候 你都没觉得有多不容易 你都觉得 这个猫和狗都陪伴着我 我不能亏待着它 他开心我才开心 因为我和他是利益共 我是情感共同体 不说利益共同体 情感共同体 看着他开心我 这就是我开心 他就是我的精神外接一部分 那我怎么就会觉得困难 怎么会觉得不容易 只要你父母说我养你不容易 哪怕他真的付出成本 你也不是他的情感共同体 他都是来以低成本 或者说伪装的这种痛苦 伪装的艰难的 夸大的这种艰难 来情感勒索 精神敲诈 因为缺解的一个 为什么缺解对这个身有体会 不是身有体会 是有感触呢 这个有有所这个想法呢 是一个武汉的一个雷斯女 就说他爹 为他们做了什么事 就装住一副多难办 他爹就是这种双插座 然后他们是从农村进城的 在武汉 很难弄到户口 他父母就为了给他这个哥哥 给他这几个 这几个孩子弄到这个武汉式的户口 就逼不得已的 就去讨好这些什么有权力的 什么搞户口的那些 当官的 他爹呢就表现出 对孩子表现出 多么的困难 多么的艰难 又出卖了什么 他认为他爹就卖屁股去了 他爹又会一手厨子 又会这个长得又行 又会这个勾引男人 他爹是双插座 又会勾引男人 又会勾引女人 他就觉得啊 这就是情感勒索 而且他爹呢 是只要一叫 他们这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必须在一分钟之内出现 否则 那就会暴跳如雷 狗急跳跳 自恋性的个障碍 掌控性的 所以他的人生主题就是逃离 就是颇期待的逃离 只要是掌控性的 都是要逃离的 这种密不透风的 不给任何空间和时间的 你看那个缺解的死爹 他就没有对缺解是密不透风的 因为什么呢 他是要确解不要出现在他的视线范围内 只要是你在他眼睛晃一下 他就想方式把把你赶走 他要和他的小屌子享受 这种二人世界 他和田方下的小屌子 所以说缺解的这个 这个人生主题就是逃离 但是我又有这种依赖 就是这种我必须得结婚 因为我太孤独 这是缺解的人生主题 我必须得结婚 但是我绝对不要生孩子 就是早就给你定下的人生基调 就是你要逃离这个原生家庭 但是你要建立自己的小家庭 这是缺解人生主题 就基调就定下了 你看那个武汉女网友 他爹不断的性侵他 秘不透风的这种 这种变态的掌控欲 占有欲 他就是要逃离 他不惧怕 他也不要跟什么男人组建 这种就社会结构很稳定的 这种婚姻交流 他就是要搞同性恋 他怕男人 他极度的恐惧男人 他就要搞 但是他有自己生理欲望 怎么发现 他搞同性恋 他说你要是说 极度的贝格什么 你就单身就行了 不 他要不断的搞这个女人 跟女人来进行性爱 满足她的这种 及时行乐的这种动物本 这是然后呢 他也跟女人他又达不成这种 就是利益共同体 互相算计 互相勾心斗角 一些社会露闭 他本身也挺漏的 这种呢 你就看不过自己的动物本能的人 臣服于自己的这种及时行乐 这种性欲的人 往往其实都走不远 他也不可能 他因为上不但有这种垃圾来消耗他 他为了自己这点 下半身的快乐 所以说跟你们说嘛 就是对自己的这种本能 你要学会克制自己 包括自己缺解也没有完全 克制自己动物本能 缺解动物本能就是被饿出来的 发育器被饿出来的 而缺解死定 他天生的就会大反量 他的胃能比较大 他胃能大 那缺解的胃能也大 这种 然后又青春期又被饿过 所以缺解饿量就会大 这种那这不就动物本能吗 这不就是缺解就能吃吗 所以说缺解就容易 不是容易 不是容易 而是很不容易就发胖了 以缺解吃的东西来说 那也得长上什么样的胖子 是吧 缺解稍微加锻炼一下 还能收回来 真看不出缺解有那么重 一般缺解说我有多重多重 别人不信 缺解不长肚子 长得都不在肚子上 也不在这个上半身 所以说一般人看不太重 一般想你有这个体重 你得腻的是多么的 绑大腰圆 这个肚子几圈 垂下来 但没有 这就是基因嘛 一个是基因 一个是我还有体子 运动吗 再说啊 这种也是家庭的影响 你看缺解的老公呢 就是要逃离 逃离他爹 他就要建立自己的小家庭 脱皮肌大爷子 他18岁他就要独居 从他父母那里 这种窒息的这种控制 他要独居 所以他从小他就精神独立 他精神是比较独立的 谢谢他老公 然后他生活上也是自理能力还行 就是也是比较独立的 那这种人他才有这种 正儿八经找对象的意愿 说你还得看他的原生家庭 看他和原生家庭的关系 而精神不独立的 那缺解说那校友 互相的这个损对方 主要是我损他 那我觉得 你这个40岁的人呢 你还为什么还打扮成 中学生的样子 是吧 然后中学生呢 他还要对 说他的女朋友 前女友什么的 说他前女友 我说你一定是没钱 穷 这个是 然后你要求也挺多 然后你这个人还挺自恋的 所以说你前女友不要你 他就算不高兴 他还有什么性欲 我说你都是这种什么 要装萝莉了 装的什么什么baby了 装小孩了 我说这40岁的人了 还往中学生那里打扮 这不就是典型的这种 就是巨婴吗 我说你就是个巨婴 我说巨婴还要什么性生活 就你这样还要性 这让他们不违和吗 你只要看他跟他年龄不合 是他自己内心这个要装 其实他长得真挺老的 长得真像40岁的人 皱纹脸上的褶子 白人嘛 到了岁时候很能装 就是眼角啊 嘴角啊 其实一看就40岁 他非要打扮成中学生那样的 穿着帽衫 然后把 当然他不胖 真的 以他40岁来说 真没有皮脚度 然后练出几块腹肌来了 吃的也不多 吃的少的人就容易练腹肌 哎 他吃的又少 然后他又把自己头发 明昏是棕黄色深色头发 他非要染成这种漂黄了 还烫卷了 还打扮成中学生的样子 他内心就没长大 然后他还住在父母家里 他还不喜欢他父母农村的那个 那个家 他现在父母家太土了 又没有钱去按照现在的风格来装修 没钱呢 又穷 自己又在那儿租房子住 一个穷人 就是这种人呢 你要找对象就不能找 跟父母住在一块的 他没有能力独居 他也不可能说 因为跟你有这段 这种什么交往的关系 他就突然就变得能够经济独立了 所以说嘛 确切说嘛 就是学文科的 不管在哪个国家 哪怕在自己的国家 都很能赚到大钱 如果他还干这孩儿的话 除非他开窍了 说自己要做经商了 他能赚点钱 不想经商 不想自己做创业做老板的 赚不到钱的 他还在给人打工 而且还做的不是那种稳定的 全职工 周末 周六周日 跑过去干个活 像马农一样的 趴在机器上 接着一看 我说 这以前都是我干过的活 他没想到 还遇到一个校友 聊着语言交换嘛 然后我还在他的国家 我跑为了大半个地球 跑到他的国家来 因为他的这个 西语跟他聊天 结果呢 还是这个 校友 真是真是巧了 所以说呢 谢谢想说什么呢 就这种精神不独立 经济也不独立 这种男的 老外男的 你一找对象 你一定要把他扔出去 缺姐还给那个 就是在小红红 遇到的那个女朋友 她说她 遇到这种只想短则 只想这个约炮的 只想搞一夜情的 就是想白嫖呗 白嫖怪呗 这种人就不是想找对象的 你就不想找对象 他妈你就别白嫖了 他们还要白嫖 所以说你不在座上 就要小心了 他还是在正八经的 约会软件 就是那种 找对象的软件 还不是那种 约炮软件 不像是默默她的 纯约炮的 在荷兰的什么软件 结果呢 还是遇到白嫖怪了 我却还把照片给发出来 我说这种人 我说你看啊 首先他眉毛压眼睛 这种眉毛和眼睛很很近 然后他还怒目圆睁 非常努力的睁大眼睛 这种男的 从心理学生来说呢 他要极力的引起别人的关注 自我感觉特别良好 本身眉毛压眼睛的人呢 眼睛睁起来是无力的 这种还要故意睁那么大眼睛 就想引起别人关注吧 自我感觉特别良好 这种人都是 Ego比较大的人 Ego大的人呢 一般来都是善于掠夺别人 占别人便宜 但是拒绝付出 只想索取不想付出的人 这种人就白嫖就容易 他还男的对女人有性需求 他就想白嫖 所以说女人你千万不要满足她的性需求 因为你 你就会被像一次性的麻布一样用过就扔了 不管你什么条件 明明你是一个很好的条件 就是因为你一时的糊涂 一时的不懂的男人的这种烈根性 既不想和你长期相处 还想白嫖你 还想要性 这种明明是条件非常优秀的女人 如果是被这种垃圾货色白用了一次 白嫖了一次 或几次的话 被白嫖多了 你会觉得自己 你会对自己降低价格 你对自己心理定位会变低 你像那个 那个婚前烂娇的那个村花 他就是被男人反复的白嫖了 被多少多少个男人白嫖过 他认为是谈恋爱 他从他嘴巴里这么说 在男的嘴里肯定不是这么说 就是肯定把他说成了一个免费鸡 就是泡友 肯定是这么说的 他就被免费白嫖了几次之后 你看他连猪头三 长成丑那个B2的猪头三 像猪一样的 长得完全 你看着他你就想吐 而且这种猪一样的男人 他脑子里只有草逼这件事 又要草逼 又要赚你 又要搞女人的钱 就这种低等的男人 都是这样的 你看现在不是 给他老公拉磨开个店 就是开了几年的店 他终于受不了了 跑回国他要当阔太太了 这种也尝不了 因为他这个男人他本身 他的能力就有限 他必须得让女人 帮助他 必须把女人用得特别好 还得给这个男人这个繁殖狂 还得批评的哺哺下摆子 下猪崽子 他也看不上那些猪崽子 很劣质的 你看长上那个B2了 他本身你说你要是对颜值有要求的女人 就是你一定要记紧自己的裤腰带 婚前不要被这种烂男人 被白嫖了 白嫖的男人 其实就是不想着他付出呗 他连陪伴都不要付出 要低成本 或者零成本 他要这个免费用的B 你说他买点什么电动的玩具 买个什么飞机杯 他要什么呢 就是要作戒你 这个侮辱你 弄脏你 他来获得心理高位 我跟你说这种白嫖怪都是这样的 他要吸取你的生理能量 不是最重要 重要的是心理能量 所以你被这种白嫖怪 吸取了你的心理能量 那你就会自己在自己的心理价位 就会变低变贱 你就会觉得你只配得上 这种猪头酸 你说这双花嫁了猪头酸 他也觉得自己和他是不般配的 连谁都看得出啊 这猪头酸穷成这边了 又穷又劳碌 你没有任何出色 只有伪装的 什么体贴会来事 那只是对外人的 对内的 你都被他套牢了 用这些垃圾猪崽子套牢了 你还怎么脱身呢 所以他就想用心力以来特别狠 家务不干 孩子孤单 而且他还要什么大男的呢 这是男子气魄 这是男子汉 所以说你们要小心 这种农村进城的 这种农调 用心女人特别狠 要不说这个男人 他是个拆枪户 他有房子给你的孩子 是吧 这个男人 或者说这个男长 他还行 让你的基因 提高了你的基因 最起碰得涂一两样 别什么都不涂 然后他 你说这个女人他有脑子 他没脑子 咱们再说 就老外他有分阶层的 你只要世代 就是这种阶层很低的 他一般吃不好 然后卫生习惯也不好 就会长一口烂牙 一口烂牙绝对是他祖辈 都是社会底层的 最显著的特征 最显著的标准 其次就是你看他的手脚 手脚粗大 然后又变形的 关节都变形的 他绝对是 这种农奴出身的 社会最底层的那种 还冻出来的 就冻出来的关节也会粗大 得不到保暖的那种 然后又在这种 冷地冷天里 露天又去做很多农活 这种就代代相传 你就看吧 他的手脚 他的关节 这种长的手又会特别丑 脚也特别丑 这种人就是他的社会阶层 就老外你就看他 观察他 其次就眉毛压的眼睛 他眼睛和眉毛 就是从这个平面 你这种 从外面的这一看看 你觉得特别近 而这种人 而且他有正大圆眼睛 这种人往往他不是一个 什么这种 知道 就索取之前他要付出的人 他不懂 他就要白票 这种人你要小心 而且还是暴力有问题 他有暴力倾向 但是女人找对象 你不管在国内找 在国外找 都不容易 老外有一大堆垃圾 你得首先 你看他是不是精神独立 是吧 最重要的 看他经济没有独立 独居 还有你看他的心态 他的心态就是什么呢 我这是老鼓摸 尤其是那种 从小自律跟时候奋斗 那种臭屌丝 一旦他掌握点钱和权 他就认为世界 该回报他了 该犒劳他了 他要玩弄女人了 凑更多的逼 玩更多的美女 这都是这个世界 对他的奖赏 对他努力 辛勤努力 心情耕耘 这么多年的奖赏 就应该让他无成本的 他认为你看我这么优秀 就是所谓的金领男 你们也要小心 这种人他阶层 就是原始家庭 不可能高 他缺少这种 就是你看他的痴向 就是对女人的这个痴向 他缺少这种 就是出身非常好的 家教非常好的 这种什么呢 这种松弛感 他对女人也不是那么 就是批命要操很多的逼 是吧 然后狩猎 批命的狩猎 批命的赚回本钱来 早年的辛苦 为自己早年的这种 辛苦的劳动 赚回成本 要把捞一把的 只要是他是祖辈 都是跟你是小康 差不多的 他都不会这么的 急色 急色很恨女 他本身还恨女人 他年轻肯定有臭屌丝 他被女人抛弃 女人看不上他 臭屌丝 就是这种臭屌丝 又不要付出 他在年轻的时候又不要付出 他又希望女人 对女人要求特别高 然后要女人多付出 让女人还特别优秀 这种男人 你们也要小心 所谓的精灵男 精灵男人 看上去是怎么起家的 这种起家的 就是靠自己 赤手空拳打天下来 那吃女人非常凶残 没有几个像潘石屹这种 潘石屹他也不是一手活 二手活 尤其你还得当心 就是年纪一大吧 四五如岁 所谓的机灵成功男神 就是要 玩女人多操臂 对他早年辛苦工作的 一个回报 一个奖赏 世界得奖赏他了 他得赚回本了 他怎么可能对你认真的 他怎么可能对你负责呢 他怎么愿意跟你长期主义呢 你得搞清 首先你做子女 你得搞清 你父母是不是短期主义 对你灌出了多少洗脑的谎言 天天的给你用广告宣传语 今年过年不收力 收力只收脑白 缺点这么一个对广告不感兴趣的 我都记得住 这就洗脑了 你父母是不是天天用这种 把你养大不容易来洗脑你 这就短期主义 然后你在择偶的时候 你再看看 这种世代的这种浓 这世代的这种low逼屌丝家庭 你看看他的这种身体上的记号和他的心理上的特征 你得对上号 然后呢包括就是年纪大把的也不可怕 哪怕他社会什么 精神也独立了 经济更独立了 一直是飘泼多年 单身独居的 这种从屌丝奋斗出来的 那你更要小心 这种就是 不管你在什么网站上 正规的网站也会遇到 不光是your part的网站 他就觉得你看我这么成功 你还不赶紧张开大腿 掰开鼻让我唱吗 我这么成功还不 唱你不是给你脸了吗 这字太多高啊 你们可可不要是因为人家的所谓的 这些意识的成功 有什么什么 我是什么大区域的经理 我是这个什么 我这个什么什么总管 什么总监 你不要被他们这些剃头吓到 只要他们一被吵 狗屁都不说 这种人也是给人臭打工的 我跟你说 你不要是给他们意识有点旋律飘飘然 就被他们的这种盲目过度的自信 给吸引了 你木墙可以 但是你得想想这个墙 是不是虚荣的墙 虚荣撑起来的墙 这些东西你都要考虑好了 就哪怕是你有幸 被这种什么高级白领 什么金领男人看中了 去回家里了 你的日子也不会那么轻松的 那确实也认识一个 就知道一个外家 都个外家 他居然不在他们家主卧室的这个洗手 我去拉屎 他跑到父母拉屎 生怕让他老公闻到 我气了 你看看 在自己的家 几十年如一日能够坚持去刺我 或者到楼下的房间的客位去拉屎 这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 然后那客位一般来说只有一个马桶一个洗手池 并没有离遇 然后他还在拉屎 他连屁股都不行 他还觉得这是淑女的表现 这是淑女的表现 敢做淑女的 这种就是这种所谓的 嫁给这种要求高的 这种什么公司的高级白领或者金领 那你这辈子也有的苦吃 还是得找一个能让你放松的是吧 能让你轻松的 然后你在他面前你可以真实做自己的这么一个男人 然后农村进城的屌子 你一定要小心的 这种是穷羞极恶的 第一代脱农的 那吃女人那是非常之喜欢 吃相非常的难看 而且他不觉得 你看他要女人付出 他用农村男人的标准 要他付出的时候 他用城里男人的标准 然后他用传统的什么农村女人的美德来要求你 都是都是你的 义务都是你的 权利都是他的 你看农村的农条 都是这样的 学姐看着没有一个农条能例外的 然后家务付出的时候 你要他做这个其他的付出 他要拿出农村男人的标准来了 农村男人不带孩子 农村男人不做家务 这个时候他 这是农村男人的权利 这个时候他 然后赚钱的时候 这里他又拿出城里女人的标准来要求你了 他不能养家 你还得去养家 跟着他一块养家 跟他一块赚钱 所以说呢 人的这个思维观念 你说农村 农村男人有这么凶恶 这么贪婪他没有 农村男人不要求女人家伙就赚钱 只要把家里搞好就行了 这是农村男人还有点自知之明 还有点分寸 就这种第一代进城的奴婊 吃起女人是没有分寸的 权利都是他的 义务都是你的 付出都是你的 代价都是你的 成本都是你的 他第一条入住 还要装活大爷 然后包括这种入罪的女婿 你们也要记着了 城里的都说你千万不要找入罪的 基本上都是为吃血糊 吃得一干二凶 你看上门的媳妇要受苦的 要受气的 要吃苦的要付出的 你看这个上门的女婿有没有做家务 然后孩子又不做用他生 家务还不做 钱还不拿 他赚的工资只归他一个人花 然后呢他还在你家吃你家住 他就纯粹零点住 你是请了一个活祖宗进家 然后你的鼻还得给他操呢 你的肚子还得给他操大呢 所以说呢 在男权社会里 然后生理结构又不同 生理功能又不同 所以说女人你得小心了 男人对女人有鼻的需求 但女人对男人很少有屌的需求 男人对女人有屌的需求 那只是男人在调教你 在形化你 让你认为他们的屌很重要 那黄眼睛不是吗 他认为屌很重要 全的屌一日不可无屌 黄眼睛真的好可笑 哎呦他还是真结厉害 我处女我蠢死了 黄眼睛到现在他的卖点都是处女 黄眼睛真的好可笑 为什么跟他约炮的搞破鞋的 就搞不长的 因为觉得你装的 你说的谎话 你自己相信 但是把我这个听众听起来就像个傻逼一样 你说的你自己都信了 你撒的谎 唯独你把我当成了一个傻逼 这个他妈谁受得了啊 谁受得了他这么这么睁眼说瞎话 这么吹牛逼 所以说人家都是要抛弃他 黄眼睛不懂 黄眼睛还是问 嗯我吹牛逼吹的多了 我撒谎撒的多了 就成真事了 撒谎一万遍就成真理 我自己相信就行了 我管你信不信 你不信 你就是 对不起我 你冤枉我 你在造谣 这是黄眼睛的逻辑 自恋性人格障碍他们的脑回路 他们的思考逻辑 所以他们的人格 他们主要是人格信仰化 在人格上 你根本就没办法改变他 就是你得识别他们 把他们抛弃 这是 看了这么多的案例 总结出来的 你得识别你的父母 是不是自恋性人格障碍 包括你父母这么多年 给你这洗脑神去 父母不养大 你不容易 如果说你不按照事实 按照本心 你的 这种动物本能的本心 去尊重你的内心的话 那你被你父母 骗死 大脑是会欺骗你的 因为你相信你父母 给你的洗脑神去吧 然后你就欺骗自己的动物本能 你的身体告诉你 你父母不爱你 你的父母在欺负你 你的父母在欺骗你 你的身体在告诉你 但是你在大脑会说服你的身体 哎呀我父母对我不容易 那你这辈子都是被父母 吃甘榨性的 吃肉不吐骨头的 那你这辈子就被吃掉了 那你这辈子就非常悲惨 如果说你不是他们的独生子女 他有其他的 他们给每一个子女设置的功能有不同 并不是因为这个子女 他本身有什么特质 什么能力 或者什么性格讨人性化 而这个父母他就是这时候的新性 他自己的需要 也说我就需要屌子 这屌子一无数数 我也觉得他可以夸他 可以吹捧他 发自内心的 哎呦我这小屌子 狗屁不是他也比你这个 没长屌的 这个高贵一万倍 你做任何事都可以贬低你 就这种精神病 这种自恋性人格障碍 他完全不遵用事实 他会把他相信的 他认为的谎言 他想要说的谎言 重复一遍一万遍 连他自己都会相信 你看这种 这种自恋性人格障碍说谎的时候 他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 一种被冤枉的愤怒 好像睁眼睛 跟你这叫板 跟着跳脚 你稍微意志不坚定 你就会被他骗到 你会认为他说的是真话 这种你不要跟他辩论 你就甚至你都不要质疑他 你质疑他你不要表现这个脸上有表情 你就赶紧的把他抛弃 什么都不要走 就是抛弃一个东西 这类型人格在大老年的时候 所有人都识别了他 抛弃他的时候 他没有情绪写报的时候 也没有利益写报的时候 那是他他们最悲惨的时候 他靠自己自己书法供养自己 这种就是天生的这种 这种寄生虫的人 他就要不断的吸别人的血 不管是利益上还是情绪上 这种人要识别他 你看黄也杰他老公 就没有百分之百识别他 然后他那个炮友 跟他相处半年 交往半年才识别他 缺姐我只用了 其实我只用一天我就识别他了 但是呢缺姐想把他打发掉 还得让他自己 觉得他自己想走 自己在这留下来 这是缺姐用了一个远回战术 因为缺姐老公特别傻 缺姐老公太蠢了 我还得让缺姐老公明白 你看看 这么一个垃圾活塞进家 对我们是多大的伤害 对我们多大的损失 让缺姐老公自己明白 缺姐从来不做那种 强加于人的那种观点 我就是让事实来告诉你 事实教育你 让缺姐做人的风格 我很少说当面去跟你怎么怎么着 除非你他妈你让我这个怨气 怒气也积累太多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